各位国民请注意啊 今天A股大利好又又又又来了 而且不是一条 外资狂飙买入中国股市 背后谁才是赢家 这里直接两名观点啊 是中国的2023年这个经济再起的年头 是A股3000点附近的价值低估区 更是中国资产日渐高涨的国际地位 也是属于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好的年代 所以再提醒啊 不要惧怕A股短暂的震荡局 要看清大宏观大逻辑大长线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洗出去 3255点到3200点去啊 不能变不会变 也毫不动摇的再次告知啊 这里只买不卖 大递大买小递小买 你若震荡我不怕 你若回踩我低息 你若上冲我高兴 你若大涨我发家 这就是我的观点啊 乃至本周A股怎么走 什么事件又一次立好A股 咱马上开始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霍言书跟爸的股评 今天是2023年2月13日 你现在看这是周一股市复盘的走势经养内容 首先啊 在分析近期A股走势前 咱们先看消息面啊 对于消息面来说 咱们上周出现了很多的利好啊 第一是涉容数据 信贷数据啊 大超预期 代表今年A股市场 确确实实 有一个中长线的上季度 甚至上半年的放水之兆 那么我在此想啊 如果说出现放水的话 A股市场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向上 这是中长线的思想啊 然后呢 今天又出现一项消息啊 美国四大投行之一 高盛再次上调了中国 GDP增速预期 而且他预示着外资还会爆买A股 这种模式下 一家企业家 其实就代表着外资 你们也能看出啊 近期为什么啊 有的时候直接一天买100亿200亿 然后只要卖出的时候啊 那个单日啊 就是几十亿 或者十几亿啊 这是一种舍不得卖的迹象 对不对 我已经多次告知了啊 所以我再次亮明观点啊 A股市场这里 即便有震荡局 即便在3250点到3250点区域 不断的震荡 就是为了洗清你的什么呀 一种耐心 所以这个位置 不管别人怎么做 反正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位置 我是绝对不会动的 我认为A股市场后期 有可能3700都打不住 所以这种位置切记啊 你要看清大宏观 大宏观是什么呀 就是A股市场 要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拉扇 升局了 那么这种模式下 是因为经济见底在雄起 08年经济见底雄起的时候 是涨了一倍的指数 想想啊 那么有人说了 现在啊 唯一对于A股市场上 有一种潜在利空的是什么呀 就是外国的地缘问题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双修又出现一个利好是什么呀 是俄污问题啊 出现了一个无条件谈判的一个征兆啊 这条消息也预示着说 如果说他们真的把战争停止的话 你想想 A股市场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全球市场在2023年都会形成一个复苏阶段 对不对 你外加 咱们再说一个问题 美联储现在是放缓加息的 外围最大的金融利空 其实就是美联储加息 如果说它放缓加息的话 你想想 A股市场在有水的情况下 然后外资开好的情况下 以及咱们目前涉容经济在向上的过程 甚至说种种地缘迹象 就能看出啊 A股市场今年会有别的选择吗 所以这个位置 如果你特别在意 短线震荡局是不是太小看 A股市场的任性了 当我分析完这些啊 你就明白 A股市场现在到底应该是怎么走了啊 也就是不惧怕短线震荡 包括我前队所说的那些啊 怎样做 其实都告诉你了啊 希望大家要切记啊 霸道股评的视频 绝对是先分析消息面 然后分析逻辑面 再分析技术面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看一看本周A股市场 按照技术面法则来说 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啊 在分析之前 首先说句吉祥话啊 祝点赞者每天转转转 一人一个掌定板 外加后天继续转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 五评惊奖 下午5点受评惊奖 提前预判和沙盘推演 A股大局走向 你得加关注啊 咱们去网上说啊 说完了消息面 逻辑面之后啊 心里豁然开朗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今天的日线结构啊 现在是中午附近啊 切记啊 上证模式啊 今天是一个冲高之后的 什么模式 震荡局 对不对 如果真的说冲高回踩了 怎么办呢 也要坚决切记 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啊 是一个利好频发的过程 就能看出啊 外资根本就没有想过离场 而且咱们的消息面呢 都不允许出现利空了 你外加今天啊 切记啊 黄线在上 对不对 就代表什么呀 代表A股市场今天的 红注多 以及看一看北向资金啊 今天北向资金 其实啊 大有看头啊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天汇率啊 稍有波动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北向资金并没有流出 而是什么呀 当日净买入11.15亿 当日净流入17亿 就能看出啊 是不是 仅用了一个小时 又是将近20来亿的进入啊 那么这种模式代表什么呀 代表即便汇率 有点小波动 都没有改变 外资还在买买买 你们就能看出啊 A股市场这里 有没有大的风险 我这里再次讲啊 巴特国评 其实现在的想法什么呀 是你们坚决不要望风使舵 坚决不要因为一些短线格局 就农结局 把这个中长线啊 给做乱了 现在不得不说 就是在闯关32003 然后下方呢 回早到3250点 到3200去还跌不下去 所以这种震荡盘切记啊 咱们要用时间去磨灭 我多次告诉啊 A股市场如果说想要去调整的话 它会选择两个动作 一个就是直接跌 第二个是什么呀 就是选择用时间消磨这个下跌的时间窗 所以就能看出啊 现在是后者呀 它都没有跌呀 它就是在这个白点之内形成一个震荡盘 来化解现在的调整需求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啊 你得明白我现在说的这些话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上证日线图啊 在我上周三就说过 哎股市场啊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阳线 该大涨了 然后周四涨了 没有涨真的涨了 周四晚上呢 又告诉大家啊 可能周五啊 会震荡震荡 调整调整 因为呀 会回踩什么下方的均线呢 等等一切 那么自己看 是不是正好又是回踩了均线 再次雄起了 包括我在周五晚上多次告知啊 切记啊 这叫什么呀 这叫做身怀六甲K线图 因为前面的K线图和后面的K线图 都在这个阳线的啊 实体阳柱里面 就代表什么呀 这种模式是杨包音身怀六甲K线图 那么按照法则来说 如果说一个相对低位出现了杨包音身怀六甲的话 后期是必涨的 对不对 那么你们自己看一看 今天是不是就开始上涨了 所以啊 再次提醒啊 A股市场真的很难再去回补下方的缺口了 即便回补的话 起码也得先形成一个主声浪之后 再去回补 而且我再次提醒啊 切记啊 现在的成交量虽然说很少 但是我再提醒 如果在底部是缩量的上攻 并不怕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缩量上攻 后期还涨 代表单边的一致性已经形成了 空头什么时候有量啊 自己看 是在最高的3300点是有量的 那么它打压下去 缩了量代表什么呀 空头压顶之势已经化解了 那么现在已经回踩了20日生命线了 是不是这个预兆又是形成了一个向上的闯关浪了 所以啊 再次提醒啊 巴特国民这里必须告诉你们 这里如果真的出现了分时级别的再次调整的话 要懂得再去低息 因为给你们低息时间已经不多了 再看120分钟级别啊 再次提醒啊 这个120分钟级别已经非常明显了 是一个马上抵背离金叉的过程了 自己看 是不是马上就要抵背离金叉了 而且KTG也是金叉 那么120分钟级别其实就是双金结构了 以及下方这些均线都在干什么呢 聚焦扎堆形成支撑 想想啊 这种模式120分钟级别就会化解日线级别的死叉 然后形成再次上攻氛围 所以你要明白啊 从种种迹象来说 现在A股市场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 宁可说小回彩一下 也是主力在洗盘 大家一边都讲啊 一边去评论区写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都有很重要 在那帮忙 咱们去玩说啊 再看周线级别啊 注意啊 这个周线级别今天很漂亮 为什么这么说啊 你自己看啊 有没有发现 现在周线级别出现了一个 下档的军线和上档军线形成一个金叉呀 而这个金叉位置正好是这里 自己看 那么今天本周的这个周线图 是不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雄起啊 就能看出啊 如果说这里都跌破不了的话 代表说他就要上攻了 对不对 而且包括从种种迹象来说 周线图月线图 现在目前正处于一个启动阶段 甚至我多次告知的 三月份有一个大会 你认为今年会是一个利好还是利空 不言而喻了吧 那么包括全面注册制的实施 这里不会存在极大的回彩 因为这里需要的是安定民心 然后把这个事情推出来 从种种迹象来说啊 都能看出 A4上这个位置实话实说 真的是千载难逢的 咱们暂且不说口罩三年的问题 咱们也不说经济见底灰彩的问题 咱们更不说外资为什么强大流数的问题 就单凭说俄乌问题如果有一个缓解 其实这个位置就会有一个全民向上的过程 外加现在在保护房地产 那么后面的降准降息还会出现 央行放水之路现在不会停 所以总体来说 A股市场不要去想明年的事 起码今年是一个越跌越买的时候 中长线三天七是第一个目标 再提醒啊 霸道国平无论别人怎样去看空 无论别人怎样去 今天看空明天看多做变脸派 但起码这里我一定要给看多派做一个旗帜 王八吃胜坨铁了心了 不到三天七中长线不要动 超短线这个位置也是机会 而且再次讽刺一下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中长线看好 超短线看空 这种话相当于白说 这是完全为了保护自己才会这么说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光 看看他是在保护自己 还是为了你切身实地的在每天每时每刻分析这个市场 让你们知道这个市场到底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最后提醒大家一句话 霸道国平的专栏课程 今天早上更新了一些全面注册之之后 股民怎样不大亏 怎样选择股票才能看清基本面以及业绩面 这些大课 再提醒这个课程我认为是近期我做的最好的一堂课 只要你好好听完之后 就不再是三分钟拍脑门了 而是真的会看基本面以及业绩面了 所以这堂大课我是希望大家都能看的 现在点击Bud股文头像进入专栏区 订阅一下这个大课 切记这是本平台官方唯一授权的正版课程 其他全是骗子 好了新朋友记得加关注 老朋友记得点赞 咱们今天下午五点再来看一下全面走势 来分享A股收平 下午五点不见不散